这里是开护堂北面时间2021年8月16号的晚上 我们今天8月15号的昨天 谈到塔利班的阿富汗的问题 那么后面这一部分呢 我们作为16号的内容 那么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大格局问题 我们后面马上跟大家讲 其实跟阿富汗的格局情况都是一致的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要讲一个补一个理论性的东西 也就是怎么去对信息的处理 所以我们讲横向是点面 纵向是层次 也就是如何看待新闻信息 一个信息出来 你怎么去把它装 那么你脑子里要有一个全球 或者是世界或者宇宙的 一个系统性的 一个脑子里要有这个基本的常识 一般我们鸡鸭猪狗 或者叫普通的韭菜们 可能没这个概念 认出来一个信息可能他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这是好奇 一个点线就过去了 就是最低的一围就过去了 甚至有的能看一个娱乐 看完 其实你看一个电影 看一个片子 如果是你有一个整个系统的话 你马上能够反映过来 这个东西讲的是什么 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纵向属于哪一个层次 哪一个方位 哪一个平面上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到的 中共这一块跟阿富汗 塔利班之间的勾兑有了关系 勾兑关系 这件事情一出来 阿富汗首先 塔利班很快 那个占领坎拿哈 之类的 跟他们一起过去 那么你要是说 从中共的角度来讲 塔利班跟阿富汗来讲 它是低维度的 我们讲的 首先从人文角度来讲 塔利班属于三地 游牧民族的一部分 那么中共属于农业 农耕文明这一块 那么美国呢 美国属于自由社会 现代工业或者是超工业 我们讲超工业就等于 埃及属那块 那么这是一个纵向 一个层面就完全不同 那么这件事情你拿过来 你不能按照 你自己被中共洗脑的方式 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你要分三个层面 第一个你比方 这件事情对塔利班来讲 什么 它是文明的提升 所以他会很高兴 就有中共去提携他 帮助他 又给他钱 所以我们讲 他就很高兴 所以他马上 才去向中共学习 学习什么打赌豪分田地 这样把普通的阿富汗的 这个三地民众穷苦的东西 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积极性调动起来 他就有兵源了 有兵源他就有一个 普遍性的战斗力 虽然说他是单兵战斗力很弱 但是一大帮拳上来 他叫发动群众 按照中共来讲叫发动群众 你怎么去发动群众 用这种物质的东西去勾引他们 所以我们进城去 大赌豪分田地 我们要做翻身做主人 说白了就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作为共产党来讲 他为什么往下讲 他是为了解放圈地呢 他是为了保自己的命 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邪恶的之首了 所以他要找一个出路 再找一个垫背的 那么找垫背 以前找伊朗 伊朗被死死地拴在了 想找中东 都以为死死地拴住了 没有了 所以他找这样的 找了一个塔利班 比他低一层次的 找低层次才会替他卖命 才会去搅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就知道了 中共的目的 就是想通过这个阿富汗 塔利班来把世界再搅浑水 甚至是再发生什么恐怖袭击 对美国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意图和想法 同时他也保障他的西北那块 新疆那块的微租分子 所以人家说那好啊 我把他挡住就行 你给我大量的钱 这个成本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么作为美国来讲 阿富汗成了鸡肋 十字无畏 七字呢 鸡肋都不如了 就等于是没必要了 不仅仅是鸡肋 鸡肋是十字无畏 七字可惜 现在他也无所谓 七字可惜 他从战略高度来讲 阿富汗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那么你就不能按照中共的 那个洗脑方式说 阿富汗有利用价值 才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新闻的维度 所以在这个维度不同 也就是说你站在不同人的一个 当事人的你要根据他的背景 给他定位的 他在那个高度定位你就不一样 就像我们今天讲过了 对吧 你在贫穷的时候 一个月比方说才100块钱的时候 你花10块钱 你也得算计算计 十分之一 对吧 10块钱算计算计 一个月 一个月100块钱 但是当你一个月1万块钱的时候 你花10块钱 你还会算计吗 不在意了 你肯定把他当小费一样 施舍给人了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原因在那里 因为你的经济层面提高了 你的经济层面提高了 所以你就要按照这个经济层面 来考虑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 和行为方式 所以平均主义 所以所谓的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传论共产主义 那都是不符合人性的 因为能一个人在社会里面 他有N多种组合 不同的组合 他对一件事物的取向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就考虑过 说全班30个人 那时候是50个 那么同样一节课 同样一个老师 同一个年纪 同一个时间点 上了同一节课 有那么多背景都同 为什么每个学生听的东西都不一样 然后走出教室 个人取向都不一样 为什么就发现 因为他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底蕴不一样 那个基础不一样 价值取向不一样 关注点不一样 生理发育不一样 男女不一样 思维结构不一样 有这么多背景的不一样 你才能够理解这些所有的行为 而不是把这个人当成一个死木头一根 或者是死桌子一台 那你就是 你怎么不会呢 这就是中国人的教育 中国人教育是不把人当人 像我们谈到的情况 就是把人当活的来看 中国人的教育是把人当死人看 你当死人看 那你肯定就理解错了 不用说 然后你按照这个方式 你再去跟人还要去斗争 那你不知道找死吗 那就瞎猫碰耗子了 说白就 孙子平慢慢讲得很清楚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这个里面知己知彼 那你又回到个性化 就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对人性的尊重 对事物的尊重 这才行 所以一个新闻一出来 你就要看他 对你来讲是常识性的 那就是横向的 点面啊 这里都全出来了 那么如果说你觉得 你的系统比较够丰富 那么他还在横向的哪个层次 在一楼 二楼三楼四楼的横向 还是在几楼啊 四楼里面有 比方说一楼一百个房间 二楼有二百个房间 三楼多少个房间 那你就要再琢磨 首先这个东西在三层 三层它是属于那一个层面 那么那个层面的东南西北 是哪个方向 这样情况下 你这个信息才会 非常有效和准确 当然这是根据你这棵树了 有的人树 你像普通老百姓 普通的那个 那个 韭菜们 它几乎没有层次 没有层次 就是最底层这块 平平的一层里面 其实任何时候都有层次 黑社会里面也好 最底层里面也有层次 只是分析的情况不同 就像我们以前 刚毕业 参加工作到地方上去 地方上去就把你供起来了 供起来 我们刚参加工作 才二十冒头一点 你就算 为什么要供 级别 什么级别 那不是啊 你那个 你本身 你一个地位 是中央级的 中央级的这个位置 就这么高了 他们是地方级 地方级等于说 换句话讲 你是三层楼的 我们是一层楼的 虽然我的级别 是一楼的天花板 一楼天花 比方说局级干部 你三楼虽然是地板 可是你这个层次差 已经摆在那了 那时候我们就 明白这个道理 咋回事 他不像我们办公室的 那处长就要 比方说 那是在我们 比方三层房间里面 你在地板 他在桌子上 对吧 那么上面还有 什么部长 在天花板 但是你再往中央上面走 那部长就是 底层的天花板 人家四楼五楼 这就叫层次差 层次差 那个是一个 绝对的不一样 就像农村和城市里面 那个差别一样 你在那种城市里面 哪怕是个叫花子 叫花子不行 可能比农村里面 他那个有些方面 就就强好多 农村里面 哪怕你在农村里面 是个富豪 你跑到城里面来 你也不行 跑到城里面 你没有城市里面 这款 除非你是 城市和农村都窜 农村成为你的别墅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里面呢 就帮助大家 信息的拆分和来源 你要知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要有什么 广泛的常识 广泛常识 平常看了 也就是你上来要区分 你处于 处于这个社会的 哪一个阶段 哪一个层面 哪一个位置 这些都需要有的 你对社会一点都不了解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的所在 信息对它是无用 对社会不了解 不想了解了 你外在再多信息 对它是没用的 就像过眼烟云一样的 风吹过去一样的 一点用都没有 这样的人 他基本上就封闭的 自我封闭里面 不接触新东西 那么他也不可能有进步 所以提醒大家 在这个信息的处理 首先上来 你会要分类 分类的情况 你必须你要自己 有一个架构 有一个架构 我们为什么谈到 李宾帮助 有些人跟我们交流 他话语一出来 马上我们脑子里面就知道 这个是偏保守的 是偏儒家的 还是偏共产党的 还是偏什么 马上出来 这就是他的一个 层次的定位在里面 然后再加上 他那个背景 他知道他的利益 诉求是什么 这样情况 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非常清楚 那么清楚的情况 你就知道 你跟他的距离是多少 哪些东西能合作 哪些东西不能合作 哪些东西只能 哈哈一笑就完了 这种事 这样情况 你就互相之间的 相处就比较融洽 你不会错位 他也不敢错位 越来越一步 你就不理他了 对吧 他不敢 如果说这个能上鼻子上瞪眼 上纲上线了不行 也就是说再换句话 过去讲到的 打狗看主人 为什么看主人呢 主人才是你社会的 一个层次风味 是吧 你打这个狗 这个狗看了 你发现这个狗 是你的上级的宠物 你怎么能打他 你打他你不找死了吗 所以这些情况 都是有助于大家 进行那个新闻信息的分类 所以平常的话 尤其你要关注 你想关注国际的 那你就要对国际的地球的一个布局 格局 它来龙去脉 世界历史知识 你要知道 如果你想关注投资的 那你就要对 对这个金融的流向 国际上的金融流向 程度是怎样 你要清楚 你要不清楚的话 你基本上没戏 我们讲到就没戏 我们昨天讲到了 真相真相真相 对吧 三个真相 后面那个大相的相 才是背后的 那么八相背后是什么 是大环境决定小环境 大系统决定小系统 所以你的系统越大越涵盖 那你真相就靠得越近 你系统越小 真相越没有 提醒到 当你面前看了一个表象的时候 你把它当真相 那你基本上就是羁牙足够了 就被别人奴役和利用的东西 这个里面 尤其是专制独裁了 他最懂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是 这些字都在里面 所以他给你的都是假象 给你的假象 什么叫欺骗你 就是这样的情况 甚至是他后面埋伏两层 给你看到是逻辑上这样 到后面的第四层 第五层那全是假的了 那那才是真正真的 他前面让你 因为你思路跟不上来 所以他也就他欺骗 可以一层两层三层 欺骗你三层 所以普通老百姓 基本上就解决不了 但是第四层是他操纵的 你到了第四层 才看到那是真相 前面三层都讲 但是你呢会把它当真 对吧你把它当真那就没戏了 所以我们讲人的层次叫底蕴 你底蕴也就是说换句话讲 你的透视能力 透视能力 你的大脑的分析能力 透视能力 你到什么程度 你比方我们讲到共产党 对吧 共产党现在他就是一个 大家赚钱的一个机器 里面有习共 有王共 有江共 有真共 有什么共 还有资本共 还有什么娱乐共 各方面都是 大家都靠了这个上面赚钱 那么共产党里面还有层级各个省里面 省下面还有一个部门 对吧 你有些公安的司法的 他各方面都是 其实这方面都会制成一个系统 那么靠着上面去 录钱 录谁的呢 录我们这个国土的钱 录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族群的钱 就收光 你不在那个上面 就弄掉你了 对吧 你比方说 另外还就一个等级 对吧 你是地方的还是中央的 那就不一样 你是地方省市还是北京呢 逛一个北京呢 人家就不敢敢碰 不知道你 因为你进水楼台 谁知道你是哪 就像我们过去在单位里面 跑过来一扫地的 你得了解他background 背景是什么 万一谁知道是哪个中央首长的 那么七大姑八大姨 或者他家里面的什么情况 你根本搞不清楚的 所以你 因为一般人进不了这个环境 进不了 进到这个环境里面 他一定都是有的 而且共产党的政省还很重要 政省的过程就是他信任谁 可靠不可靠 内观的就是很重要的 你不可靠 你是家庭成分不好 那是不可靠 你进来出个事 他吃不了兜子走 那不敢的 所以这些情况 都是要注意的 否则化一下就 所以你必须得对他这个社会的结构 层次 这些东西都不能忽视 我们普通的民众的话 最悲剧的就是 两耳不闻创安事 那圣贤书也不读 他觉得自己活得很好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讲到的 积压诸葛 笼子里面靠别人位 靠共产党位 所以他还到 论劳论院 心甘情愿 惊心恳恳 那么到最后 必要的需要你的时候 把你第一个砧板上剁掉了 就这么情况 提醒大家这一点 所以我们举了这么样几个例子 就告诉大家 横向的点面 纵向的层次 你一定要有的 然后就形成了你整个信息系统 你如果脑子里没有这样的信息系统 你处理不了这现有的信息 你只会凭着感觉或者感情 那么去处理 那么往往你就壮大运 我们讲的就壮大运了 尤其是社会大问题里面 你比方说这次病毒和疫苗 你要知道 它是来自于什么的 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做 它跟DS是什么关系 你从来那个原点 你知道了以后你就知道它下一步干一干嘛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 你才会有真正的先见之明 才会比它提前几步 等到它发射的时候就咬不着你了 咬不着你 你早早就躲开了 我们很多人就觉得不可能吧 不可能 那不可能 那你相信什么 你就要承担相信的后果 我们一直讲到这个 因为你相信它 所以你才会行动上去服从它 跟随它 结果它前面是一个悬崖 那你就跟它一起跳 到那时候你哭喊叫的 没有用 我们讲的没有用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由你自己把握的 自己把握怎么办 你的动脑子 你不动脑子 你把个屁 这啥也把握不了 到最后哭天抢地 没辙 所以有时候 我们开服堂讲的也是比较残酷的 你要去像这种 我们讲到人不可救人 你救不了他 他只能在十字路口的时候 你可以提醒他 既然他不走 他还要走进去 走进去 走到死活动 再回来 那个时间允不允许 时间允许 他还得勇敢地赶快跑 抓紧时间退回来 他退不回来 你就一锅断掉了 就跟了一起殉葬了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样的状态 好 这一节我们到这里 下面我们讲 灭共战争已经打响了 我们讲一个 网友提供的一个内部重要消息 我们看 OK OK 我们下车的一个状态 我们下车的一个状态 我们下车的一个状态